你见过这样的母女吗? 妈妈看起来比女儿还年轻 比女儿有女人味 让女儿的同龄人都喜欢上妈妈 母女二人一同穿短裤表演 偶尔上演钢管舞 她们的关系遭怀疑 真的有母女会一起表演吗? 我是绑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母女组合的走红之路 她们的名字浅显明白 就是由母女二人组成的歌舞组合 她们一起唱跳 舞蹈接地气 表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母女二人并排站 穿着短裙就开始跳舞 丝毫不避讳 母女颜值都十分高 身材也是个顶个的好 妈妈已经四五十岁 身材都不走样 从背后看就像二十多岁的人 和女儿站在一起相同伶人 这对母女最喜欢说的 就是自己没有团队 一切全靠家人 而家人们也十分给力 待年时间就聚集几百万家人 在直播间送爱心 由于她们目标受众明确 开播没多久 人气就上升到十万 并且还能继续上升 这就是母女的实力 虽说是母女 但两人气质完全不同 妈妈素素大气温婉 有成熟女性的韵味 而女儿隐儿人如其名 聪颖活泼 家之身材瘦弱 就像漫步在舞台上的精灵 两人同时出现 让喜欢不同类型的人 都能看到喜欢的类型 他们的歌声不算优秀 之所以能够吸引百万粉丝 关键就在与两人互动 他们表演十分大方 有时直接抱着花筒家表演 有些时候直接在钢架上表演 就像在看钢管舞如此开放的唱歌方式 观众还是第一次见 妈妈在台上甩头发 连女儿都被惊到 等到女儿上场后 舞台明显降温了 没刚才热祸 或许女儿缺少的就是那份女人味 虽然她们的歌声总被诟病 但两人的敬业精神 没人能忽视 两人同频行动 表演前先把走路固定在同一频率 表演时就能直接开始扭动 他们的舞蹈功底有限 只能用这种方式运动起来 让现场不至于太尴尬 虽然她们在简介中表示自己没有团队 但还是由网友不相信 网友表示 两人不像没有团队的样子 毕竟她们表演的地方十分专业 就像公司里专业摄影棚 唱歌设备也很专业 并且有人指出 母女组合与小眉母女相似 小眉母女凭借唱跳走红 两对母女有相似的表演风格 并且她们都有超高颜值 当初的小眉母女 直播收获2000万观看 比如今的小羊哥还要火 就连母女组合的招牌动作 原地牛 都是小眉母女最先做的 虽然母女两人互动不少 但依然有人质疑两人关系 女儿的年龄看起来有25岁 以此类推的话 她妈妈应该接近50岁 可视频中妈妈完全不像50岁的人 除了眼角有些细纹外 没有一点像中年人 并且这对母女似乎不太像 因此有人怀疑 是团队在背后策划 让她们组成母女 以此欺骗观众 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打造 高颜值母女这个话题 应起关注 如果给你一次机会 你想和谁在一起 是青春女儿 还是成熟妈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闲预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